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颗细一点的 这是竹竿 竹子的竹干部分 然后每一颗竹子又都有一些竹枝 分出一些竹枝 然后在竹枝上又长出一些叶子 我们先来观察这几个部分 三部分 竹竿呢 一个是粗 一个是细的 形态上的差异 另外从墨色上 粗的竹竿墨色比较淡 细的竹竿墨色浓一些 墨色上要有区分 竹枝上也有一些区别 但是用我们前边学过的这些鹿角枝啊 这种画法 鹿角枝啊 鱼骨枝啊 这里边主要是鹿角枝 而且这个枝不复杂 所以这幅画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容易学的 另外我们看它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它的叶子 从整幅画面来讲 这幅画最突出的一点 叶子主要是采用了 戒字叶 或者说分字叶啊 也可以说戒字叶 介绍的戒 这个我们前面都介绍过啊 但是戒字叶呢 在一幅画面里边 你不能画的完全是一模一样 还是要区分开啊 区分开 大小 啊 方向 主要是戒字叶 也有个别的人字叶啊 这你戒字叶和人字叶 或者个字叶的一个结合啊 就整个来讲 这幅画面是以戒字叶为主的 此外 右下角 我们这儿还画了 一颗竹笋 啊 今天我们也要设计到竹笋的画法 好了 这是我们先来看 我们准备画的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 接下来啊 我们站木先 先用毛笔 沾起 啊 清水 湿润毛笔 啊 把毛笔整个笔风 清水湿润之后 我们沾一点浓墨 笔尖上 笔尖上 沾一点点浓墨 来画这个第一根竹笔 啊 比较粗的 一节 这样节 调一下笔风 啊 再看 没关系 换第三节 好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节 这里边还可以分出小织 小织 小织 然后 在这儿还有小的分织 在这儿也有小的分织 这是竹竿的主部分 它有一定的弯度 然后在这儿还抽了一个侧枝 一节 两节 在这儿也有一个小的侧枝出来 基本上是这个鹿角枝的画法 这是我们把这个竹竿画好了 然后画第二根竹竿 第二根竹竿比较细一点 比较细一点 调一点墨 比较细一点 但是墨稍微浓一点 注意 起笔和收笔的时候的顿挫 这一支 在这儿还分出一个小织 这是主要的分织 我们画出来了 等画完叶子之后 还可以根据需要再补一下 此外在 第二根细竹竿这儿 还有一个小织出来 一个小的竹枝 比较小 一个小的竹枝 这是竹竿和主要的竹枝 基本上都画完了 下面我们来点竹竹 用比较浓的一点墨 用一点浓墨 调一下比较浓的墨 画一下竹节 尤其是主要的这个竹节 我们用的是上报法 画竹节 这点一下竹节 上报法 细的竹节 这句话要轻一点 至于竹枝上的那种小的竹节 我们可以省略 或者通过用笔的提案 顿挫来实现 接下来我们要画竹叶了 画竹叶 我们可以先画 这颗小竹子上面的竹叶 刚才我说了 我们这幅作品主要是 采用 戒字法 画竹叶 我们调一下浓墨 墨色的变化是由浓到淡 慢慢的来实现 调的比较浓的一点墨 先画主要的叶子 第一笔 重一点 第二笔 也要重一点 侧面的两个叶子 正面的叶子 偏正面的叶子 是比较宽 比较短 然后侧面的叶子 我们可以细长一些 这儿还有个侧面的叶子 这种立体感画出来 比风 我们稍微沾一点水 不加墨 画在这儿 这个叶子 提笔要顿一下 一个叶子 两个叶子 这两个叶子都是有 这个 提笔的 这儿啊 实际上它有 有一个回风的动作 就是折着的 又遮住了 我们看不到的一部分 然后侧面的叶子 细长一点 这个 细长一点 不同的角度 然后我们画下面这个叶子 注意 下面这个叶子 由于位置比较低 虽然也是戒子叶 但是它是比较向两边发展 就是说和我们的视线 是有关系的 看着 回风 一个 回风 下压 提笔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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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叶子 再来一个 实际上还有小的分岔 有的我们可以省略 所以 同样是戒子 一个是叶子 朝向 是有区别 这里边还不设计的 很大的风 基本上没有 态度风 自然 状态 叶子的 都是戒子叶 四笔完成的 四笔的叶子 但是它的方向 是有区别的 然后我们来看 上面 这些 继续出业 就不要老占墨 墨不够的时候 就是 蘸一点水 其实它里边都有墨 我们来画 这一个 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这是一个叶 然后墨 笔有点干 再沾一点水 画上面那个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证明 离我们的 视线的距离 要远一点 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四笔 然后在这儿 这个小枝上 画了 淡一点的 加一点水 通过 淡的要多加水 浓的多加墨 一笔 两笔 三笔 这个和那个 还有一些交叉 所以这组叶子 两个戒子叶 一个是个子叶 下面这个 是个子叶 然后 这个位置 原画也是两组 加点水 不加墨 加水 在这儿 一笔 两笔 第三笔 第四笔 两笔比较宽的叶子 两笔比较窄的叶子 然后 这一笔 两笔 对两笔叶子之间的交叉 方向 区别的 这是 两个戒子叶 两个戒子叶 我们再来看 这儿这小枝 我们可以 画它一个人字叶 叶子叶 叶子和叶子之间 发生了交叉 下边 下边这一笔 我们也可以画成这个 戒子叶 重点的练戒子叶 一笔 两笔 一笔 一笔 两笔 然后我们再 稍微调整一下笔风 这地方不要再沾墨了 再补一些叶子 一个叶子 一个小细的叶子 这样我们这幅作品的主要部分画完了 当然在这里边 你还可以补一些小的竹枝 根据需要 根据你的叶子 上半的方向 不补也没关系 这些小叶子都可以的 这是我们基本上 把这幅画画完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 左下角这个竹笋 我们来学一下竹笋的画法 也是要调淡漠 比较粗的竹笋 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五笔 六笔 越往上越细 七笔 基本上这样 画完了 然后我们 笔尖沾一点点浓墨 把这叶子的 包着竹笋的这个叶子的顶端 稍微的画一下 然后我们浓墨 还可以在竹笋的这个壳上 外壳上 稍微再加 画一些小的纹路 要用比较浓的墨来完成 要不你看不出来 一些小的纹路 这是比较粗的竹笋的画法 下边笔画要粗一点 上边慢慢慢慢变细 然后叶子的顶端 有一些飘着 好了 好 这还有一个小的 我们忘了画 这还有一个分支 这个分支上 我们画一个特殊一点的叶 对 左边一笔 这有点浓 原色比较淡 这最好是用蛋膜完成 这次它用的墨有点浓 因为刚才画的这个竹笋 我们用 扁那个尖的时候 用一点浓 其实这应该是用蛋膜 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让这个有一些变化 其他的小枝我们可以省略 这样我们完整了 完成了一个新的作品 墨色 你看这竹竿 有些浓淡的变化 竹叶上 就是一开始 最早画的竹叶用浓墨 然后 慢慢的通过蘸水来完成 让墨色产生变化 这有淡墨 竹叶上有淡墨 画竹笋的时候 也要用淡墨来画 然后我们还可以提款 在这写上 什么时间 谁来画的 甚至给画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都可以 要落款 这样我们完成了 完成了这一幅 以介字页 或者说一分字页 为主的一个作品的学习 好 谢谢大家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